好 那现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先写外本 因为上来我如果先写Service实践的话 你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缠分了 所以现在我们道理推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两个地方用到同一个类 那么只能把它打包 只能把它打包 来个quick start 这个就我给它写的名叫Service 好 好 我这是按照页5还有页面进行缠分的 你可以把它拆到一个模块里面 然后一个模块里面继续缠分 反正你能插出很多层来 好 现在我请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只需要写一个东西 我把它给删掉 删着前面我得先删 不删这个的话上面删不掉 除非你把安全删除给勾选掉 我们正常这几个文件是这几个框选中的 他会去写他有没有使用我 来我看我的前锋 我看我的包看我的包 看我的包呢 啊 test double是吧 来新建一个class叫test test test double 点 我就起名叫test service吧 好 注意这是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 好 我们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方法了 好 那我返回一个小顺 就叫get data吧 嗯 然后呢写个名字叫死人写的内蒙 好 有这么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呢 没有任何意义 来我写个处事 此方法在此处没有任何意义 纯粹是为了演示拆分 所以你别问我这个方法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是为了给你们演示拆分的 拆分之后 我现在我们知道 我以后这考虑中 可能需要这么一个对象 谁呀 就他 就他吧 好的 我们需要在这边 声明一个什么 private 叫 test service 你发现没有 没有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并没有依赖于这个 项目 但是依赖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Mainwood依赖 其实是去我们的本地仓库里面 找依赖包 本地仓库中没有 我就再去远程服务者 找依赖包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 放到我们本地仓库里面 那怎么发呢 我们把它安装一下 先了 安装它之前 我们需要安装它第一 所以说右键直接 把它d安装一下 直接 一直到就是了 好 都设个size吧 好 都设个size之后 说明我们收拾 安装成功了 收拾安装成功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去看下来 在这 再来 再来呢 去找我们的本地仓库 去找我们的本地仓库 来 tours 麦麦 这个仓库 好 我这里面有一个叫 抗木 到前锋 Q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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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哪呢 在这啊 在这 好 找什么呢 找泰泰斯特 嗯看看这个什么来着 看一下 靠你前锋来叫service 好在这 是吧8点22分刚刚他加的 好刚刚加的 好咱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加包 好这样子我们这下包就过来了 呃加包有了之后 我们这边就可以去引用它了 去用它来就在我们的外边这边 加这个依赖包 叫我们的service 这个包 好再进来 加进来之后我们再回来这边啊 我们再来看看 这边能不能说明了 来 crivate叫testservice 我们发现就有了 对吧 然后给它加一个注解叫resource也行是吧 resource也行 你加那个 加那个autoware也行 autoware也行好 这样子我最后做一个事情就是来 这里面有个方法叫service 它里面有get data 我把你的名字拿进去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反复的数据 好来 呃那我把谁把data给你返回 把data给你返回 好 呃 返回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事情了 现在 但是这个接口 我们能注入对象过来吗 好像注入不了 因为我们没有实现 啊 没有实现 那没有实现怎么办 我们可能去写实现吧 好 现在写实现 我们需要再写个项目 你发现 以前我们都在一个项目里面 一个包啊 就得了不同的包 现在我们把它拆成了不同项目 好 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外部项目 往来 ampere 然后再创业完成 啊 等创业完成之后 我们只需要让我们的社会史实现 去依赖于这个接口 然后我们重新里面的方法 就行了 重新完整方法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自动注入 肯定要把这个服务 这这个社会式的这个项目 给创业出来 我们肯定会写 需要写写写写 啊 配置文件啊 啊 然后我们写完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肯定啊 在这边外部中 把这个服务给他引用过来 是吧 引用过来啊 那我们要去做这几个事情啊 等待我们的项目进行 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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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编译完成啊 等等他先编译完成 好 现在项目编译完成了 好 编译完成之后 我们开始去做 首先在这边我们去写了一个时间类 把起时间内啊 呃 泰斯特斯 威斯 安片吧 啊 他需要实现的 是吧 我们的泰斯特斯威斯 我们发现并没有这个接口 吧 并没有这个手 原因是因为啊 他没有把这个依赖宝给他加进来 来找到我们这个 账目 来 再加一个依赖 啊 叫色味斯 啊 加进来啊 加进来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有泰斯特斯斯了 好 重启在里面方法 这边我就返回一个东西 知道吗 好 你传递的数据是 是 加上 尼姆 啊 加上尼姆 啊 加上尼姆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返回来吧 好 返回之后第一个是我们肯定要把他什么 加上一个 色味斯 哎 色味斯的注解对吧 色素注解 叫他 好 给他起个名字 啊 给起名字 他的目的大家都知道 什么 对吧 我们创建这个色味斯特项 是吧 色味斯特项 那么 要创建色味斯特项呢 我们知道使用必须要创建起来 起动起来 而现在这是一个外面项目 对吧 这是一个外面项目 要想启动我们的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写个配置文件 对吧 写个配置文件 来 application context 啊 我把那个给它去掉 这个去掉 好嘞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开始去配我们的东西了吧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配什么 包扫描 对吧 包扫描 我们知道 context comment 这里写 com 短信封吧 好 其他就行了 怎么知道这个第一个 这个这个注意的动 这个比较像动 扫描 注解 好 好 扫描读解之后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项目 启动完后 我们还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是吧 在这我们需要写个什么 类型的 对吧 类型的叫 context 的 露的 这个是吧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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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就是 context context config location 这里写 class pass 这里我们写那个什么名叫 application 好 这样子我们写完它之后 我们知道它的作用 肯定是帮我们去什么 项目启动的时候帮我们把这个对象给它创业出来吧 然而创建出来有什么用 对吧 这个对象只是创建了 我们现在需要在这边这个对象里面去用它 我们都会一定会把这跑到不同的他们看法里面 对吧 跑到不同的他们看法里面 对吧 那我怎么在不同的他们看法里面去把它给啊 拿过来 对吧 把你拿过来 好 现在我们就去做这个事情了 刚刚我们说过 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double 我们需要用到dokeeper 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就需要来用它了 这个像不像我们刚刚画图的那个B 这是我们的A A依赖于B 那A又不知道B在哪 怎么办呢 我们把B让它去注册中心注册一下 A呢去注册中心找 而注册中心是我们上一颗搭的double 是我们上一颗搭的double 现在我们只要去连接我们double 就行了 那连我们的double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现在需要去加一来吧 好 去加一来吧 你说我们需要加什么一来吧 是加什么一来吧 第一个 双方既然都要遵从使用double 是吧 都要使用double 那么他们肯定要使用三统一来吧 那一来吧 之后我们可以去是可以用 用在这边 对吧 第一个我们要加我们double double 2.5.9 i 2.5.9 它可能有些依赖不太符合我们呢 续续啊 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依赖 看这个mame 看这个mame 这个这个项目哪 我这边整个吧 double 里面咱们可以看到 它依赖的是4.3.10 是吧 4.3.10 但我们已经自己加了一个4.3.13的spring 一个依赖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依赖给它排除掉 那怎么排除呢 就在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个叫 排除是吧 来排除 来排除一个依赖 好 各种ID 它叫ORG 我把这点 Spring FromWork Spring FromWork Spring 来 它一个叫 ArtificID 对吧 我们这里直接写Spring进去了 对 好嘞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所有的Spring 的生活东西给排除掉 好 排除掉 好 好 这样子 这是double 这是 来 引入double 咱们可以看到是2.88的 是吧 来 引入double 好 下面 我们说做个事情 它要和ZoKipper进行通信 它可以要遵从ZoKipper的协议 我们需要把ZoKipper的那个东西给它引入过来 好 引入过来 好 加一个依赖 可以来叫ZKClient 我们用这个 0.1.1.0 0.1.0 这是ZoKipper的东西 这个东西 好 把它们都弄完了之后 动弹完之后 我们要开始去做一些其他配置了 它中的下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呢 刚刚说过 我们要开始去做配置了吧 我们要让这个人肯定是什么 你不能直接启动就行 你启动完之后 你要去找桌子中心的 你要告诉桌子中心你是谁 那这样子的 我它才能去找那个 对吧 那怎么告诉他呢 我们可以去做配置 这时候就体现出我们用Double的另外一个原来 来 试一下 使用 使用 Double的 另外一个原因 可以和Spring 无缝整合 无缝整合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使用Spring 现在我们需要分成几个事情 第一个 我的目的 来 先说一下我的目的 目的 我们根据我的目的 以后你做项目就要这么做 根据你的目的 一步一步来分析要做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找到注册中心 是吧 个户他 我是谁 我的端口是多少 这为什么要端口呢 因为我们最终需要接收者来去教我们 接着说访问我们的话 肯定需要端口的 我们这样的 我告诉你 找到注册中心 告诉他 我是谁 所以第一个是注册中心在哪 对吧 回第一步 配置 注册中心 配置注册中心 好 那怎么配置呢 来 这里面 有个奖 有钱 这现在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我们要把表现给它加起来 我们需要加一个约束过来 约束过来 这个约束的话 老长了 老长 老长我不想去记 怎么办 不想记的话 我打开窗口 就找他吧 找他吧 哎 好 找他 就是这个 我把关掉 这么一个约束 这么一个约束 我们给他复制过来 这约束 你没有必要记 好 哎 来 接着我们还要复制个东西 他的地址在哪 好 这个 哦 哎 把这个放过来 把前面这个去掉 好 啊 咱们叫这个是一个约束 这是一个约束 就是我们的 xsd约束 啊 好 弄过来 啊 弄过来之后 我们开始去选择这 这边有个叫 double 是吧 double 啊 其实第一个是我们应该先写谁 application 啊 应该我应该把你改成二吧 改成二吧 啊 因为我们按照上面说的 是应该是他第一是吧 但是要他第二回来 啊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这个地方是叫 配置别名 啊 就是配置别名 啊 别人啊 目的是在 什么叫 那个叫 哎 我突然忘了忘了的词了哈 啊 目的是在后台 可以看到 这个服务的 别名 好 区分到底是谁 啊 到底是因为我们一个服务可能会有 呃好多个对上来去去发布啊 但是呢 每个到底是谁 我们给他起个美数叫呃 他起的一 好 我给他起个名叫他起的一 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写 这个参数可以随便写 对不起啊 但是最好是什么 见其名知其意 见其名 知其意 哎呀 哈 啊 这个 啊 你总的啊 最好是空疏一动吗 啊 这几个汉子都打不出来了 我打不出来 我就不是不是不说到了 好 第二个 配置住住就通知 好 不是中心最终于的话就在那里写的叫double double double 冒号resist 注册 好 这里面有个adress 好 这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 好 好 我们分别出来这两个东西分别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 第一个adress指的是我们的 注册中心的地址来 注册中心的地址 好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指的是注册中心的协议格式 为什么需要他呢 我刚刚说过 我们的double不只是支持我们的double 他还支持很多其他协议 在这边我们需要告诉他这是一个什么协议的 他好来决定到底发布什么东西 好我们的那个double的男的double double在这儿是吧 double在这儿 我看这个机器的IP 好 IP是要这个IP 好 我装了个虚拟机 装了个虚拟机 好 端口的话 2181 2181 好 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就写我们的double keeper 好 double keeper 好 这是告诉注册中心 那这就告诉他注册中心在哪 然后下一步 我们说 我是谁 对吧我是谁 你说你不就是这个service吗 现在这里面我们测试时机会有一个类 实际开发中这里面可能会有好多好多类 你到底把哪个类发出去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我要发布的是谁 好这边写service 好是不是 好 应该配置代表就是你要发布哪个服务 test double点 不是不是不是这不是写他 应该是他三宝点 用他这里应该写接口 我写的名字不一样吗 一样吧 好写这里写接口 把写接口 好后面还有东西 把还有东西什么东西呢 就在这 叫 if if 然后呢还有东西叫timeout 我先把他写完 我们再解释一下 好这个地方解释一下就是 告诉 注册中心我是谁 其中 interface 代表的 就是类型 因为我们这边他属于这个接口类型 我们另外一边在web中也是引入这么个接口类型 所以我们在这边需要告诉他我是谁 然后我们知道一个接口可能会有很多实现 那么这个代表的就是到底具体发布哪个服务 好后面一个timeout 代表是连接超时时间 连我的超时时间 来这里面我给你写个时间比如写个六秒吧 六秒就够长了 60秒吧 很长 很快 五秒 三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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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